也祝福你宝宝 今天看看他们长大 那一家都一定要幸福 接手不少新生命 妇产科名医核心集团执行长苏宜宁 22号晚间因妹妹告发的逃漏税案 再次遭到检调约谈 核心集团创办人苏宜宁多年前 因为一笔200万的借贷跟父亲闹上法院 现在就连她的妹妹也出面指控 苏宜宁涉嫌逃漏税 苏宜宁日前遭妹妹告发 2005年到2006年 妹妹旅居美国没有在台湾工作 却遭苏宜宁指示公司 将她以人头申报顾问费 两年共超过130万 因此遭到调查逃漏税 当时苏宜宁公称 有请妹妹协助安排机票住宿 基于照顾支付现金给妹妹 才会进行申报 但当时时间已经久远 检方认为2005年的追溯期时效已过 2006年罪证不足 最终不起诉处分 但高检发现新试证 再发回调查进行约谈 苏宜宁爱最近 现在已经有超过27万人在追踪 核心医疗集团日前才因为 涉嫌替产妇开拒不时的诊断证明 向保险公司诈领给付 整起案件包含医师 员工保险员产妇 总共114人遭到起诉 如今创办人再卷入官司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 与阴庆箱多生后开始起废 实际求证苏宜宁拨打电话 没人回应 而这次被约谈的包含她的妻子 两个人讯后都被请回 但案件再起侦查 苏宜宁再次因为家庭失和 登上新闻版面 静新闻招结收尾采访报道 大贼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